我去了张斌家 向他说了我在泰山所听到的事 他听后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地板一个劲地抽烟 一支烟抽完后 他沉重地站起身对我说 你来 然后带我走向那扇紧闭着的门 张斌一个人住着一套两居式的房子 他的起居都在一个房间里 另一个房间的门始终紧闭着 赵宇曾告诉我 有一次 他的一个外省的同学来看他 他想起了张斌家 问是否能让同学在那住一晚 张斌竟说没地方 从平时看 张斌交际虽少 但还不是那种不尽人情的人 所以我和赵宇都觉得 那个紧闭的房间有些神秘 张斌打开那个房门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排落得高高的纸箱子 绕过他们 里面的地上还堆放着一些纸箱子 除此之外 房间里好像没有别的大东西了 迎面的墙上 挂着一幅戴眼镜的女性的黑白照片 那位女性 那位女性留着那个时代的短发 镜片后的双眼很有神 我爱人 1971年去世的 张斌 指了指照片说 我注意到一件很奇怪的事 这个房间的主人 显然很注意照片周围的整洁 那些纸箱子 都离照片有一定的距离 在照片前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空地 但就紧挨着照片 却在墙上的一个钉子上挂着一件羽衣 就是那种胶面翻布的旧式羽衣 深绿色的 显得很不协调 正像你已经知道的 自那次 在泰山 看到仇庄闪电后 我就迷上他了 那时 我还是一个本科生 心态 同你现在 完全一样 就不多说了 我首先 是到自然类遇中 寻找 酋庄闪电 跑了很多地方 后来 认识了他 把我们连在一起的 也是 酋庄闪电 他是一个 痴迷的研究者 我们是在一次 大雷雨中相遇的 以后 就一起外出寻找 那时条件很差 大半的路 都要靠脚走 晚上 住在当地老乡家 还常在破庙 或山洞中过夜 甚至睡在露天 记得有一次 因为在一场秋天的 雷雨中观测 两个人同时 患了肺炎 那个偏僻的地方 缺医少药 他病得很重 差点把命丢了 我们遇到过狼群 被毒蛇咬过 饿肚子 更是常有的事 不止一次 闪电 就击中 距我们很近的地方 这种意外观测 持续了十年时间 这十年 我们走过多少路 吃过多少苦 遇过多少险 数也数不清了 为了这个事业 我们决定 不要孩子了 大部分时间 是我们两人一起出去 但遇到他教学 和科研工作忙的时候 我有时 也一个人出去 有一次在南方 我误入了一个军事基地 当时文革正紧 加上 我父母都留过苏 人家看到我带着照相机 和一些观测仪器 就怀疑我是 刺探情报的敌特 不明不白的 一关就是两年 在这两年间 他仍不断外出 在雷雨中观测 他遇难的经过 我是听当地老乡说的 在那次大雷雨中 他终于遇到了 球装闪电 他追着那火球跑 眼看 他却要飞过一条 湍急的山溪 轻挤之下 竟用手 举着磁缸仪的接闪器 去拦火球 事后人们都说 这简直是胡来 但他们无法理解 当他终于看到 寻找了十年之久的球装闪电 转眼间 又要失去观测 他的机会时 会是什么心情 我理解 我说 据当时 在远处的目击者说 那个火球 接触接闪气候 就消失了 他沿岛线 通过了磁缸仪 在另一端 又冒了出来 直到这时 他 还没有受到伤害 但最终 也没逃过这一劫 那个火球围着他 转了几圈 就在他的头顶上 爆炸了 爆炸闪光过后 他就消失了 人们在他 最后站的地方 只见到这件羽衣 玩得毫无损地 弹在地上 羽衣下面 是一堆白色的灰 后来 被雨水冲走了许多 在羽衣周围 形成了好几条 白色的溪流 我看着那件羽衣 想象着里面 包裹着的那个 年轻 而执着的灵魂 地上说 他这样 就像航海架 死于大海 宇航员 死于太空 也算死得其所了 张斌缓缓地点点头 我也这样想 那个 磁缸记录仪呢 完毫无损 并被及时拿到实验室 测定了其中的圣词 多少 我紧张地问 这可是 球状闪电研究室上 绝无仅有的第一手 定量测量资料 零 什么 完全 没有生辞 这就是说 没有电流 从街山导线中通过 那他 是以什么形式传导过去的呢 张斌 摆了一下手 球状闪电的谜团太多 我不想再次探讨 同其他一些谜比较 这个 算不得什么 下面 我再让你看一样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 他说着 从羽衣的衣袋中 掏出一个塑料瓶笔记本 这是他遇难时 装在羽衣一袋中的 然后他把笔记本 极其小心地 放到一个纸箱子上 好像那是一件易碎品 烦的时候 要倾斜 那是一个 很普通的笔记本 封面 有天安门的图像 已被磨得 有些模糊了 我轻轻翻开封皮 看到发黄的飞叶上 有一行 捐秀的字 科学的入口处 就是地狱的入口处 马克思 我抬头看看张斌 他示意我向下翻 我翻到第一页 这才理解他 为什么让我倾斜翻 这一页 这一页被烧焦了 有一部分已经变成灰 散湿了 我把这页胶纸 轻轻地翻过去 下一页 完好无损 密密麻麻的数据记录 清晰可见 像是昨天写上去的 再翻 张斌说 第三页 又烧焦了 第四页 完好无损 第五页 烧焦 第六页 完好 第七页 烧焦 第八页 完好 我一页 也翻下去 从来没有两页 连着烧焦的 也没有两页 连着 完好的 那些烧焦的页 有些 只剩下靠着 装定线的一侧的 一小部分还在 但紧贴着 它们的完好页上 看不到一丝 烧焦的痕迹 我抬起头 呆呆地 看着张斌 你能相信吗 我没把这东西 给别人看过 因为 他们肯定会认为 这是伪造的 我看着他 不 张老师 我相信 接着 我给第二个人 讲述了 自己的那个 生日之夜 听完了我的叙述后 张斌说 我以前猜测过 你可能有这方面的经历 但没想到 这么可怕 你既然亲眼目睹了那一切 就应该知道 对装装闪电的研究 是一件很蠢的事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 其实 我也是很晚才明白这一点 这三十多年来 除了在自然雷雨中 寻找装装闪电 我更大的经历 是花在对他的理论研究上 三十多年呢 过程我就不说了 你自己看看吧 他用手 指指周围这些大纸箱子 我打开了其中一个 沉重的纸箱 发现里面 满满装着 一落落的演算稿 我抽出两本 读着上面密密麻麻的 微分方程和矩阵 再抬头 看看周围 那落成一督矮墙的 十几个纸箱子 他这三十多年的工作量 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实验上 您都做了些什么 做的不多 因为条件限制 这个项目 不可能得到太多的经费 但更重要的是 这些数学模型中 没有一个值得为之做实验 他们在理论上都不成立 往往是干到最后 你才发现 开始第一步就走错了 退一步说 即使搞出了一个 理论上能自掐的数学模型 离在实验室产生出 球装闪电 还差得很远 那您现在 还在进行这项研究吗 张冰摇摇头 几年前就停了 很巧 那 正是你第一次问我 球装闪电问题的那一年 那年的元旦之夜 我还陷在 毫无希望的计算之中 听到外面新年钟声响了 还传来学生们的欢呼声 我突然想到 我这一生 也基本过完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伤感 压倒了我 我来到这里 像以前多次做过的那样 从鱼翼中 拿出了那个笔记本 小心地翻开 看着 就在那时 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什么 他拿起了那个笔记本 小心地 揣在胸前 看看这个 再回想一下 你十四岁生日时的 那个雷雨之夜 你真的认为 这一切 都在现有的物理学定理之内吗 我无言以对 我们都是凡人 虽然我们 用超过常人的努力去探寻 可我们 终究还是凡人 我们只能在牛顿 爱因斯坦 迈克斯维这些人 设定的框架中进行推演 不可能 不可能越雷池半步 否则 就像步入没有空气的虚空一样 但 在这个框架中 我们什么也推演 我们也推演不出来 听了他的话 我又感到了 在泰山 雾中 山路上 体会到的那种 挫败感 张斌接着说 从你身上 我又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我尽最大的努力 去阻止你走这条危险的路 但知道 这没有用 你还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 我要告诉你的事 我已经做完 我所能做的了 说完 他疲倦的 做到一个纸巷上 从你身上 我又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我尽最大的努力 去阻止你走这条危险的路 但知道 这没有用 你还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 我要告诉你的事 我已经做完 我所能做的了 说完 他疲倦的 做到一个纸巷上 张老师 您对自己的工作 也应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我们迷上了什么东西 并尽了自己的努力 这就够了 就是一种成功 谢谢你的安慰 我也是 在对自己说 当我到了您这个岁数 也会这么安慰自己的 张斌 又指了指周围的纸箱 这些 还有一些磁盘 你都拿走吧 有兴趣 就看看 没兴趣就算了 总之 他们都没什么意义 还有这个笔记本 你也拿去吧 看到他 我就有种恐惧感 谢谢 我说 猴头 有些 梗 我只指墙上那张照片 我能否 把它扫描一份 当然可以 干什么用呢 也许有一天 能让全世界知道 他 是第一个 对球装闪电 进行直接测量的人 张斌小心地 从墙上 取下照片 递给我 他叫郑敏 白大物理系 六三届毕业生 第二天 我就从张斌家 把那些纸箱子 全搬到我的宿舍 现在那里看上去 就像个仓库 这几天 我没日没夜地 读那些东西 我像一个 没经验的登山者 筋疲力尽地 攀上了一个 自以为无人到过的高度 但环顾四周时 却看到了 前人留下来的帐篷 和他们继续 向上延伸的脚印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看完了 张斌构筑的 三个数学模型 个个都是精妙无比的 其中有一个 与我的博士论文 是同一个思路 只是比我 早十几年就完成了 更让我汗颜的是 在这个手稿的最后几页 他指出了这个模型的错误 这是我 高波和其他论文答辩评委 都没看出来的 在另外两个模型 他也同样指出了错误 但我看到最多的 还是不完整的数学模型 张斌在构筑过程中 就发现了错误 这天晚上 我正埋头在搞纸堆中 高波来找我 他大量了一下周围 这堆积如山的计算稿 摇了摇头 我说 你真想 像他那样 大发一声吗 我对他笑了笑 高老师 他摆了一下手 我已经不是你的老师了 弄好了 以后是同事 那 我这话就更好说了 说实在的 高教授 我还从未见过 您这么有才气的人 这绝不是工委 但恕我直言 我觉得 您这人干事 总缺少恒心 比如 前一阵 那个建筑防雷系统CAD 多好的项目 只是花点力气就完成了 结果 您把开拓性的工作做完后 又嫌麻烦 退给了别人 像这样的恒心 像这样一辈子干一件事 已不符合时代潮流了 这个时代 除了基础科学 其他的研究 都应该快刀斩乱麻 我这次来 就是向你进一步证明 我是如何缺乏恒心的 还记得 我说过的话吗 如果你的论文通不过 我就辞职 可现在 我通过了呀 我还是要辞职 现在你看到了 这个许诺 多少是个圈套 然后去哪儿 大气科学研究院的 雷电研究所 聘请我去当所长 我对大学 已经厌倦了 你呢 对今后 有什么打算 跟我过去吧 我答应考虑考虑 过了两天 我答应了高波 那个地方 我不太了解 但毕竟是国内最大的 雷电研究机构 在离校前两天的夜里 我还在读那些演算手稿 听到有人敲门 来人是张斌 要走了 他看了看 我已打好的行装说 是的 后天走 听说您 已经退休了 他点点头 昨天刚办完手续 我也到岁数了 只想 好好休息休息 这辈子太累了 他坐下来 我给他点上烟 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才说 我来 是再向你说一件事 这事 怕也只有你能理解了 你知道 我这辈子 最痛苦的是什么 我理解 张老师 要想 从这种情节中解脱出来 确实很难 毕竟 三十年了 但您这三十年来 并非只干了一件事 再说 这上百年 为研究球装闪电 终其一生的人 可能也不少 他们中 也不会有人 比您更幸运 张斌笑着摇里摇头 你完全误会了 我经历的事情 比你要多得多 对科学 和人生的理解 想来 比你也要深一些 对这三十年的研究 我没有遗憾 更不会感到痛苦 正如你所说的 我尽了自己的努力 我怎么会在这上面 想不开呢 那又是什么呢 我想到 他丧妻后一个人 过了这么多年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 郑敏的死 对我是个打击 但 我想你也明白 像我们这样的人 全部身心 长期被某种东西占据着 以至最后 这种东西成了你的一部分 生活中的其他事 再怎么看 也是第二位的 那 还能是什么呢 我不解的问 张冰又苦笑着 摇了摇头 难以启齿啊 继续猛抽着烟 我一头雾水 这里面 真可能有难以启齿的事吗 但由于共同的追求 我和他早已心有灵犀 一点通 很快 恍然大悟 我闻到 您好像说过 您这三十多年 一直没有间断过 在寻找球状闪电 他常常吐出一口烟 是的 证明死后 我的身体 越来越坏 腿急恶化 出远门少了 但寻找 没有间断过 至少在附近 几乎每次雷雨 我都没放过 那么 我顿住了 我一瞬间 体会到了 他的全部痛苦 是的 你猜到了 这三十多年 我再也没见到过 球状闪电 同其他神秘的自然现象相比 球状闪电并非十分罕见 调查中 至少有百分之一的人 声称他们见过 但他的出现 没有任何规律 十分随机 和偶然 三十多年 在雷雨中 苦苦搜寻 而未谋一面 这 只能怪命运的残酷了 张斌接着说 早年 看过一本俄文小说 说 一个富裕的庄园主 生活中 唯一的乐趣 是美酒 要一次 他从一个神秘的旅人那里 买到一个 从古代沉船里 大捞上来的酒瓶 平底 还剩一点点酒 他把那点酒喝了以后 就全部身心 陶醉于其中 旅人告诉他 那艘沉船中 一共捞上来两瓶这样的酒 另一瓶 不知流落何妨 庄园主开始没在意 但对那酒的回味 使他日不能终 夜不能寐 一直于最后 卖掉了庄园 和所有的财产 浪迹天涯 去寻找那另一瓶酒 他历尽千辛万苦 走遍了世界 从年轻 到年老 最后 终于找到了 这时 他已是一个 病魔缠身的 老乞丐 他喝光了那瓶酒 然后 在幸福中死去 那那个人 是幸运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郑敏 也是幸运的 我点点头 陷入沉思 过了一会儿 张斌说 怎么样 对我所说的痛苦 你还抱着 刚才那种 超然的态度吗 我站起身 走到窗前 看着外面 夜色中的校园 不 张老师 我超然不了 你那种感受 在我这儿 已不只是痛苦 更是一种恐惧 如果想让我看到 我们走的这条路 是多么险恶 那您这次 算做到了 是的 他做到了 我能忍受一辈子 耗尽心血 毫无建树 我能忍受 抛弃生活中的一切 孤独的终了一生 我甚至可以 在需要时 献出生命 但 我不能 不能忍受 一生中 再也见不到 他 正是对他的第一次目击 决定了我的一生 我们真的不能忍受 再也见不到 他 这一点 别人可能很难理解 但你能想象 水手 能忍受一生 见不到大海吗 登山者 能忍受一生 见不到雪山吗 飞行员 能忍受一生 见不到蓝天吗 也许 张斌 站起身来说 你能让我们 再次见到他 我茫然地看着窗外 张老师 我 不知道 但这是我一生中 最后一个希望了 我该走了 那张照片 你扫描完了吗 我回过神来 哦 扫完了 我早该还给您的 可拆下来的时候 把镜块弄坏了 我想去买一个新的装上 可这些天 一直没时间出去 不用了 那个旧的就行 他接过了照片 这些天 总觉得屋子里 少了些什么似的 我又回到窗前 看着我的导师的身影 消失在夜幕中 他的腿 比平时瘸得更厉害了 步履看上去 那么艰难 一项 之二 张斌走后 我熄灯睡下 但总是睡不着 所以 当那件事情发生时 我肯定自己是处于 绝对清醒的状态 我听到了一声 轻轻的叹息 无法分辨 这声音传来的方向 它似乎充满了 整个黑暗的空间 我警觉起来 脑袋离开了枕头 又听到一声叹息 很轻 很轻 但 能听出来 这是学校 已经放假 这桩宿舍楼 几乎是空的 我猛地坐起来 扫视着黑暗的房间 只看到那些纸箱子 暗中 像一堆随意 垒放的方式块 我打开灯 在日光灯 完全亮起前的 那几下闪动中 我看到纸箱上方 隐约有一个影子 是白色的 只一瞬间 它就消失了 没有看清形状 我不敢肯定 这是不是幻觉 但影子消失时 我看到它 向窗子的方向移动 后面 拖着一条尾迹 那显然是一串 它自己的 转瞬即逝的印象 向观察者延长的 视觉暂留 我想到了 那根头发 我开着灯 躺回床上 但更不可能入睡了 慢慢长夜 很难熬 就索性起来 打开一个纸箱子 继续看张斌的计算稿 从上次看到的地方开始 翻过了十几页 有一页 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页 这页 稿子上有一半的推倒过程 被一个大叉 划掉了 那大叉 墨水的颜色 与原稿 有很大的差别 在页边的空白处 重写了一个 简洁的公式 显然是要代替那些 被划掉的部分 这个公式 所用的墨水 与大叉的一样 吸引我注意的 是那个公式的笔记 我拿出了张斌送给我的 那个被隔夜烧焦的笔记本 小心地打开来 将上面的笔记 与那个公式对照 结果 虽令人难以置信 但我 还是预料到了 张斌 是个很仔细的人 每部分计算稿上 都标有日期 这一部分标着的日期是 1983年 4月 7日 据他妻子的死 已有12年 但 这是正名的笔记 我仔细地看着那个公式 和被划掉的部分 是计算 低耗散状态 等离子流体 边界条件的公式 很简派 很简洁 可以代替被划掉的繁琐推导 因为这个公式使用了一个现成的参数 这个参数是三菱电机的一个实验室在1985年得出的 他们当时是为研制用等离子体流数代替转子的高效发电机 这个项目最后虽然失败了 但它的副产品 那个等离子流体参数 后来却被广泛应用 不过 这是1985年之后的事了 我立刻将后面的几个还没开过的箱子都大概翻了一遍 又发现了五页稿纸上有相同笔记的修改 如果仔细找找 可能还会找到 而张斌写出这些计算稿的时间都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以后 我在床檐上 待坐了很久 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 我的目光 落在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上 我把它启动了 从硬盘上掉出了白天扫描的正名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用高精度扫描仪扫描下来的 我仔细地观察着它 尽量躲开照片中的人 那很有神的目光 我似乎发现了什么 于是立刻手忙脚乱地启动一个图像处理软件 我平时要处理大量的闪电照片 所以电脑里这类软件很丰富 现在打开的这个软件 可以将黑白照片自动转化为彩色的 软件 很快将这张照片处理完毕 虽然色彩有些失真 但我还是达到了目的 黑白照片上的人 总是显得年轻 这张照片是正名遇难前一年拍的 现在彩色揭示了被黑白两色掩盖的一个事实 照片上的正名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 照片中的正名 穿着一件实验室的白大褂工作服 照片中显示出工作服左胸的一个衣袋 衣袋里装着一片东西 衣袋的布很薄 透出那东西的一些形状和细节 它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将那一块图像剪切下来 放到另一个图像处理软件中进行处理 试图提取出更多的细节 经常处理那些模糊的闪电照片 使我干这个很熟练 很快使那片东西的轮廓和细节凸显出来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那是一张 三英寸的电脑软盘 五英寸软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才在国内普遍使用 三英寸盘的使用就更晚些了 它的一袋中应该装着一卷黑色的打孔纸袋才对 我猛地扯掉了电脑的电源线 却忘记了笔记本电脑 还有电池能供电 只好用颤抖的手移动鼠标 关机 电完关机键后 立刻将电脑盒上 在我的感觉中 证明那悠悠的目光 仍穿透盒上的电脑 看着我 夜的死寂 像一只冰冷的剧长 将我钻在其中 晴空 霹雳 在我告诉高波 将随他去雷电研究所的决定时 他说 在你做出最终决定前 我应该把事情说清楚 我知道 你现在满脑子想的是球装闪电 虽然我们的出发点不同 我也对这个项目看好 但你要知道 一开始 我不可能让锁里 用很大的力量 搞你这个项目 你知道 张斌 为什么失败吗 他钻到理论里 出不来了 但这也不能怪他 实在是条件所限 这两年 我给你的印象 是忽视实验 错了 你做博士项目时 我没考虑实验 是因为这种实验的投入 太高了 找我们现有的条件 根本做不好 不精确 甚至不真实的实验结果 会拉理论的后腿 最后理论和实验 都搞不出什么东西 我招你来 是让你搞 球装闪电研究的 这点毫无疑问 但必须 在实验基础都具备时 才能正式开始搞 现在我们需要的 第一 是钱 第二 是钱 第三 还是钱 你要和我 齐心协力 去搞钱 明白吗 这番话 使我重新认识了 高波这个人 像他这样 在学术上 思想如此活跃 在社会上 又如此现实的人 真是不多见 这可能就是麻省理工 出来的人的特点吧 其实我想的 同他一样 我明白 建立起基础实验设施 对球状闪电的研究 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 球状闪电研究成功的标志 是人工产生它 这些实验设施 首先应包括 大型的雷电模拟装置 还有复杂的磁场发生装置 以及更复杂的传感探测系统 这套系统的预算 肯定大的吓死人 我不是个书呆子 我知道 要实现理想 就得从现实开始 一步步走 在火车上 高波突然向我问起了 林云的事 自泰山一别 已有两年 林云的影子 一直没有从我的脑海中消失过 但是 因为对球状闪电的专注 这记忆并没有发展成 某种无法控制的东西 与它在泰山上度过的短暂时光 是我记忆中 最美好的珍藏 对它的回忆 往往是在最劳累时浮现出来 这时就像听一首柔美的音乐 是一种很好的休息 高波曾说 他很羡慕我这种状态 因为感情生活就要超然度外 牵进去就不好了 高波谈到林云时说 他向你提起过 雷电武器系统的事吗 我对此很感兴趣 你想搞国防项目 为什么不 军方不可能有完善的雷电研究机构 他们最终还得靠我们 这类项目经费来源 很稳定的 也是一个极有潜力的市场 自分别后 我与林云再也没有联系 他只给我留了一个手机号 高波让我到今后立刻同他联系 你要搞清 军方雷电武器研究的现状 注意 不要直接问他 你可以 先请他 吃顿饭 或者 听听音乐会之类的 待关系发展成熟了再 高波这时看上去 像个老奸巨华的间谍头子 抵经后 还没安顿下来 我就给林云打了电话 当那熟悉的声音传来时 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听得出来 他得知是我也很惊喜 按高波的意思 我应提出到他工作的单位去看他 但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倒是他出人意料地请我过去 你到新概念来找我吧 有事同你谈 他接着 给了我一个北京近郊的地址 新概念 我立刻想到的是 亚历山大的英语教材 哦 我们这样叫惯了 是国防大学 新概念武器开发中心 我毕业后 就在这里工作 我还没有到新单位报到 高波就迫不及待地让我去找林云 汽车出四环后 又走了约半个小时 公路边出现了麦田 这一带聚集了很多军方的研究机构 他们大都是高大围墙内 适样简朴的建筑 大门 没有标牌 但新概念武器开发中心 却是一幢外形很现代 很张扬的 二十层高楼 看上去像哪个跨国公司的写字楼 同附近的其他机构不同 大门口没有哨兵 人们随意进出 我通过自动门 进入宽大明亮的门厅 乘电梯上楼去找林云的办公室 发现这个地方 类似于一个文职行政机构 从走廊两侧 几个半开的门望进去 看到里面是现代办公场所的 分隔组合式布局 许多人在电脑和文档纸堆中忙碌着 如果不是他们的军装 真会误以为 走进了一家大公司的写字楼 我还看到几名外国人 他们中有两人 甚至还穿着本国军装 与中国军人混在一个办公室中 谈笑风生 在一间标有 系统评价二部的 办公室中 我找到了林云 当身着少校军装的他 带着灿烂的笑容向我走来时 一种超越时尚的美 令我怦然心动 我立刻明白了 他是属于军队的 这里 与你想象的不同吧 打过招呼后 他问我 太不同了 这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共鸣思义嘛 那什么是新概念武器 比如 二战中 苏军把炸药 绑在经过序列的军犬身上 让他们 钻到德军坦克下面 就是一种新概念武器 这种想法 甚至到现在都算新概念 不过 它有很多变种 比如 把爆炸物 摔到海豚身上 让他们去攻击潜艇 或训练一群 携带小型炸弹的飞鸟等 这里 是一种 最新的想法 林云 浮身到他的电脑上 掉出了一份 图文并茂 看上去像昆虫 知识网页的文档 把微型的 强腐蚀性夜囊 装到 蟑螂之类的昆虫身上 让他们去摧毁 敌人武器系统的 集上电路 真有趣 我说 在看电脑屏幕时 我距离云很近 闻到了隐隐约约的清香 这是一种 去除了所有甜分的香 有一种 令人舒适的微苦 令我联想到 暴雨后出晴阳光中的 青草地 还有 看这个 一种液体 喷洒后 可是路面变得光滑 而不可通行 这个 一种 能使车辆 和坦克发动机 熄火的气体 这个 就不太有趣了 一台激光器 可像电视显像管上的 电子枪那样 扫描一个区域 使身处 这个区域内的所有人 暂时 会永久失明 凌云的举动 让我很吃惊 似乎他们的信息系统中的任何东西 都可以随便调出来给外人看 我们是生产概念的 这些概念 大部分都没用 有些 甚至看上去像个玩笑 但其中的百分之一 甚至千分之一 有可能变成现实 就很有意义了 那么这儿 是个思想库 可以这么说 我所在的这个部门的工作 就是从这些想法中 发现可行的 并着手 进一步的研究 有时这种研究 可能深入到相当的程度 比如 我们马上要谈的 雷电五七系统 他这么快就谈到了 高波想知道的东西 是个好兆头 不过 我还是问了他 另一个 让我很好奇的问题 这里的 那些西方军官 是怎么回事啊 访问学者 武器研制 是一门科学 也需要交流 新概念武器 离实现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它只是一个概念 这个领域最需要的 是思想活跃 需要大量的信息 和各种思想的碰撞 交流 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那就是说 你们 也向对方派过访问学者 两年前 从泰山回来 我就到欧洲 和北美 作为访问学者 在他们的新概念 武器开发机构 待了三个月 他们那个机构 叫做 武器系统 超前评估委员会 在肯尼迪时代就有了 你这两年怎么样 还是每天 追踪球状闪电吗 当然 我还能干什么 不过 目前 只能从纸上追踪 那我 送你一件礼物吧 他说着 又移动鼠标 从电脑中找什么 这是一份 球状闪电的目击者的叙述记录 这类东西 我见过上千份了 我不以为然的说 但这份 不一样 你这两年怎么样 还是每天 追踪球状闪电吗 当然 我还能干什么 不过 目前 只能从纸上追踪 那我 送你一件礼物吧 他说着 又移动鼠标 从电脑中找什么 这是一份 球状闪电的目击者的叙述记录 啊 这类东西 我见过上千份了 我不以为然的说 但这份 不一样 凌云说着 屏幕上出现一段录像 在一个临间空地上 有一架军用直升机 直升机前 站着两个人 一个 是穿着陆军坐训服的凌云 另一个 穿着轻便飞行服 显然是这架直升机的驾驶员 后面的圆景中 还可以看到几个 升上半空的气球 凌云介绍说 这是王松林上位 陆航的 直升机驾驶员 接着 我听到了录像中 凌云的话音 你再说一遍 我录下来 给我那位朋友 上位说 好吧 我是说 我那次见到的 绝对是你说的那个东西 那是1998年 长江抗洪的时候 我出航 去灾区空头抢险物资 在700米高度 不小心飞进了一片雷暴云 这是绝对的进飞区 但我一时转不出来了 当时 云中的乱流 使飞机像一片风中的树叶上下颠簸 我的头 一下子撞到舱盖上 大部分的仪表指针 胡乱抖动 无线电里 什么都听不清 外面黑乎乎的 突然亮起一道闪电 然后 我就看到了它 有篮球大小 发出橘红色的光 它一出现 无线电里的干扰声 猛然增大了 注意听 下面的话 凌云提醒我 那光球 绕着机体飘 飘得不太快 先是从机头 绕到机尾 然后 又垂直着上升 穿过悬翼 又再次穿过悬翼 降到肌腹下 就这么飘了 有半分钟 突然不见了 等等 回放一下这段 我喊道 正如林云所说 这个木鸡记录 确实有不寻常之处 录像 回放了 放完这段后 接下去 画面中的林云 问出了 我想问的问题 你当时 是悬停 还是飞着 我会在雷暴云中悬停吗 当然是飞着 速度 至少有四百 我在找云的出口 你肯定记错了 你当时 应该是悬停着的 否则就不对了 我知道你的想法 邪门 就邪门在这儿 那东西 根本不受气流的影响 就算我记错了 或当时有错觉 但悬翼 可是一直转着 那气流也是很大的 再说 空中没有风吗 可那个火球 就那么慢悠悠的 围着机体转 算是相对速度 它的速度 也是很快的 但它 绝对不受气流影响 这确实是个重要信息 以前的许多记载中 也看到了一些 这方面的迹象 比如 有目击记载说 球状闪电 从门 或窗中 飞出室内时 风 正从外面刮进来 还有的目击记录 直接描述 球状闪电 逆风飞行 但都不如 这次目击这样 真实可信 如果 球状闪电的运动 真的不受气流影响 那它 是等离子体的说法 就站不住脚了 而这是目前大部分 球状闪电理论的基础 我 能见见那个飞行员吗 林云 轻轻摇摇头 不可能了 好了 我们谈正事吧 首先 我要让你看看 我们这两年 都干了些什么 他说完 就拿起电话来 像在联系什么参观之类的事 看来 完成高波的任务 是轻而易举的了 我便打量起 林云的办公桌来 我首先看到一张 合影照片 是林云 与几个海军陆战队员的合影 他们都穿着 陆战队蓝白相见的迷彩服 林云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看上去年纪还很小 一脸稚气 像抱小狗似的 把冲锋枪抱在胸前 他们背后的海面上 有几艘登陆艇 附近还有爆炸后的残烟 我接着 被另一张照片吸引了 这是一位年轻的海军上校 很帅 也很有气质 背景 是常在媒体上出现的 珠峰号航母高大的塔岛 我立刻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 想问林云 这是谁 但还是克制住了 这时林云打完了电话 对我说 走吧 我带你去看看 我们这两年 不是成果的成果 我们出去乘电梯下楼 路上林云说 两年来 我们花了很大的气力 搞雷电武器 搞了两个分项目 但都不成功 现在这个项目 已经被撤销了 这个武器系统 是新概念走得最远 投入最多的一个 可结果很惨 进入门厅后 我注意到许多人 都向林云微笑着打招呼 我有一种直觉 他的身份似乎超出了 一名少校 出门后 林云把我带上了一辆小汽车 与他并排坐在前排座位时 我又闻到了那雨后青草 淡淡的苦香 令我心旷神意 但这时 那香气更加飘渺 像万里晴空中的最后一抹淡云 像幽深空谷中转瞬即逝的铃声 为了捕捉到他 我的鼻翼不由抽动了两下 喜欢这香水吗 林云微笑着 看了我一眼说 啊 啊 部队上 不是不让用香水吗 我傻傻地问 有谁也可以 他带着那动人的微笑 发动了车子 我对车窗上挂着的一件小事物产生了兴趣 那是一段竹子 有两截 手指粗细 还带着一根枝叶 造型很有韵味 我感兴趣 是因为竹节和叶子已经完全枯黄 竹节在北方干燥的空气中 都裂开了几条细缝 虽然很旧了 他仍将它挂到这样显著的位置 竹子里很可能有一段故事 我伸出手去 想把它取下来细看 却被凌云抓住了手腕 他的手 纤细 白皙 却出奇地有力 但把我的手按下后 这股力道很快消失 只剩下令我心跳的柔软和温暖 那是一颗地雷 他平静地说 我吃惊地看看它 又看看那段 似乎绝对无害的竹子 难以置信 是一枚防布冰雷 结构很简单 下面一截装炸药 上面那截装触发引信 那引信实际上 就是一根很小的柔性撞针 和一段橡皮筋 竹子被采后 发生变形 撞针 就弹下来了 这 哪来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在广西前线缴获的 很经典的创造 成本低到二踢脚的水平 造成的杀伤力却很大 而且 由于金属部分很少 普通碳雷器一般测不出来 让工兵很头疼 外形隐蔽 不射时 不用掩埋 撒到地上就行 当时粤军一撒 就是几万枚 真不敢相信 这么小的东西 能炸死人 一般炸不死人的 但炸掉半只脚 或一条小腿 是没问题的 在对敌方战斗力的削减上 这种治伤武器 比治死武器 效率更高 这个打动我的心的美丽女孩 就这样平静地弹着 流血和死亡 像别的同龄女孩 讨论化妆品一样 我的心里 很不是滋味 不过 谁又能说清楚 这是不是她那 让我心动的美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 那她 还能爆炸吗 我直指竹子问 应该能吧 不过 这么多年 也可能 推动撞只的橡皮筋 老化了 我大惊失色 什么 你是说 她 她还 是的 她还处于激发状态 撞针是拉紧的 所以不能碰 这 这也太危险了 我恐惧地 盯着眼前那根 在车窗玻璃上晃动的竹子说 林云 清澈的双眼 平静地注视着前方 过了很长时间后 才轻声说 我喜欢这种感觉 你对武器感兴趣吗 林云问我 也许只是为了打破 这尴尬的沉默 小时候感兴趣 那时 一看到武器 就眼睛一亮 大多数男孩 都是这样的 我们 还是少谈武器吧 知道一个男人 向一位女士 请教武器知识 是什么感觉吗 你不觉得他们 有一种超凡的美吗 他直指竹蕾 多么精致的一件艺术品 我承认 武器 确实有一种 难以言表的美感 可这种美 是建立在杀人的基础上的 如果这根竹子 只是一根竹子 那种美 也就当然无存了 你是否想过 为什么杀人这种最残酷的事 竟能带来美呢 这确实 是个很深刻的问题 我不惊于 这方面的思考 汽车 拐上了一条很窄的公路 林云接着说 其实 一种事物的美 可以同它的实际功能 完全分离 比如邮票 在其有者的眼中 它的实际功能 是无关紧要的 那么对你来说 研制武器 是为了它的美呢 还是实际功能 话一出口 我立刻觉得 问得太唐突了 林云又是用微微一笑 代替了回答 她的许多方面 对我都是一个谜 你是那种 被某件事 占据了全部生活的人 你不是吗 嗯 也是的 之后 我们就沉默了 汽车 在穿过一片果园后 停了下来 这时刚才看去 还很远的山脉 现在已近在眼前 在山脚 有一片被铁栅了 围起来的区域 里面大部分 是有些残草的空地 在一角 有一片小小的建筑群 那建筑群 是由一幢外形 像大型库房一样的 宽顶建筑 和三幢四层楼房组成的 在楼前 停着两架军用直升机 我想起来了 那个球状闪电 目击者的录像 就是在这儿拍摄的 这里 就是雷电武器的 试验基地 同新概念大楼 形成鲜明对比的时 这儿 戒备森严 在其中的一幢楼房中 我们见到了基地负责人 一位名叫许文成的 空军大校 看上去很憨厚的样子 当林云介绍过 他的名字后 我知道 这人是国内专门 研究雷电的科学家之一 常常在国内外 学术刊物上 看到他的论文 他的名字我很熟 但从未见过面 更不知道 他是个军人 大校对林云说 小林啊 人家又催我们撤摊了 请你在上边 再努力一下 我观察到 他对林云的态度 不像是上级 对下级的 多了一些谨慎和客气 林云摇摇摇摇摇 就我们这结果 开不了口的 咱们要坚持 他的口气 也不像下级 对上级 这不是坚持的事啊 现在 有总装备不在那顶着 但也尝不了 我们新概念那边 现在也想尽快拿出一些东西来 至少是理论上的 这是雷电研究所的陈博士 大校 热情地握着我的手 我们两家 要是早些合作 事情 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今天我们让你看的东西 对任何搞雷电研究的人来说 都是很新鲜的 正在这时 房间里的灯的亮度 突然增亮了许多 看来是什么高能耗的设备 刚刚停了 大校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点 说道 看来 充完点了 小林啊 你带陈博士去看吧 我就不陪你们了 用你的话说 我还要在这坚持呢 完了 你亲自去雷电所联系一下 把我们两边的关系 建立起来 他们原来那位学所长我认识 可现在退了 同我们一样 搞出的成果 传话不了啊 进来的路上 我注意到 这里有设备很齐全的实验室和加工车间 这是这里与新概念的另一个明显的不同 这里显然是干实事的地方 林云介绍说 我们的雷电武器研究 分别两大部分 我们先去看的是第一部分 一种基载的对地攻击系统 我们走出大楼时 看到一名飞行员和另一个操作人员正向直升机走去 还有两个人正在收拾刚从飞机上什么地方拔下来的粗电缆 那电缆一直通到另一桩楼里 几个士兵把一堆废油桶装上一辆卡车 看得出来 这儿的人显然好长时间闲着没事干了 所以现在 显得很兴奋 我们走出大楼时 看到一名飞行员和另一个操作人员正向直升机走去 还有两个人正在收拾刚从飞机上什么地方拔下来的粗电缆 那电缆一直通到另一桩楼里 几个士兵把一堆废油桶装上一辆卡车 看得出来 这儿的人显然好长时间闲着没事干了 所以现在 显得很兴奋 凌云 带我来到一个用沙袋铸成的掩体后面 在前方 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正中 那几个士兵正从卡车上卸下废油桶 把他们堆在一个红色的方形区域内 呈小屋状 远处 响起发动机的轰鸣声 在螺旋桨激起的尘土中 那架直升机缓缓升起 悬翼微微倾斜 向这堆废油桶上空飞来 它飞到那靶子上 悬停了几秒钟 一道雪亮的闪电 从直升机机腹出现 击中那堆废油桶 几乎与此同时 响起了一声尖力的炸雷声 让猝不及防的我心惊胆战 雷声后面 紧接着几声沉闷的巨响 那几个里面还有残留汽油的废油桶 爆炸并燃烧起来 我盯着那团 裹着暗红火焰的黑烟 深感震惊 好半天才问 你们用什么能量 产生的闪电 这个系统的能源 与我们无关 是中科院超导研究所的成果 那是用常温超导材料制成的高能电池 这种超导电池的原理 其实很简单 就是让电流 在一大圈超导导线中 永不停息地旋转 它能储蓄大量的电能 这时 直升机又开始向地面放电 这次持续时间很长 但强度很弱 一条纤细的电弧 把直升机和大地连接起来 那道长长的电弧 在空气中扭动着 像一个舞着优美的曲线 又像风中的一条 发着紫光的蛛丝 这是超导电池 再连续低强度 放出剩余的电能 这种电池很不稳定 安全性差 在平时 不能充电存放 我们等会儿吧 这至少需要十分钟 这声音 不好听是不是 那放电的声音 虽不高 但就像用指甲抓玻璃 让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问道 像刚才那样的 高强度瞬间放电 可以进行几次啊 那要看 超导电池的容量 和数量了 像这架直升机 可以进行八到十次 但我们 不能用那种方式 排出剩余的电能 为什么呢 人家会抗议 凌云直至北面 我看到那儿 离基地不远 有一片豪华别墅区 本来基地 应该建在远离市区的地方 但由于种种原因 建在了这儿 后面就会看到 这个错误的后果 可远不止是噪声扰民 剩余的电能 排放完后 凌云带我去看了 直升机上的设备 我不熟悉机械和电子 看不太明白 但那个圆柱形的超导电池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你们怎么说 这个系统不成功呢 我问 同时从心里惊叹 刚才看到的那一切 杨尚卫 是三十八军陆航团的 攻击直升机飞行员 他最有资格做结论了 我想起了那位 球状闪电的目击者 但眼前这位 显然更年轻些 他说道 我第一次见到这东西时 确实兴奋了一阵 当时觉得 对他的意义 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他将使武装直升机的 对地攻击能力 大大提高 总之 我就像一战中的飞行员 见到今天的导弹那么兴奋 但很快知道 这 不过是个玩具 为什么呀 首先 是射程 超不过一百米 否则就放不出电来 一百米 手榴弹都能投那么远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这 已经是射程的极限了 这一点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要想产生自然雷电 那长达几千米的电弧 超导电池所具有的能量 是远远不够的 即使这种能量 可能通过 包括如何反应之类的 某种渠道产生的话 从武装直升机 到驱逐舰等等 现有武器平台 也承受不了 这样大的能量发射 他们在发射闪电时 可能首先把自己击毁 尚未接着说道 还有一点 就更可笑了 还是 让林博士自己说吧 林云对我说 你可能 已经想到了 这一次 我是想到了 你可能是指 放电的另一集 是的 林云 指着远处 那放置着 仍在燃烧的 废油桶的 红色正方形区域 我们预先 是那个红色的区域内 带上1.5库仑电量的 副电荷 我考虑了一下 那 能否用 诸如辐射之类的手段 从远程 给目标区域 冲入电荷呢 开始 就是这样考虑的 并且 远距离 冲进电设备 是与这套放电设备 同时起步研制 但在技术上 十分困难 特别是在实战条件下 要有效打击 移动目标 就需要在 一秒钟左右的时间内 完成对目标区域的 冲进电过程 这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正如尚未所说 我们造了一个玩具 表演一下 吓唬吓唬人还可以 却没有任何实战价值 接下来 林云带我去看下一个项目 这可能是你最感兴趣的 在大气层中 制造雷电 我们走进了那幢高大的宽顶建筑 林云告诉我 这是由一个大型库房改建的 高高的穹顶上 一排泛光灯 照亮了这广阔的空间 我们的脚步声 发出回响 林云的话音也产生了 悦耳的回音 常见的 由雷雨云产生的闪电 人工大规模生成 比较困难 军事上价值也不大 我们的研究目标 是产生干闪电 就是 由大气中 带电空气产生的电场 放电形成的闪电 与云 没有关系 这 你在泰山时就说过 林云让我看 靠墙安装的两台机器 它们每台有一辆卡车大小 主要部分是一个高压气胞 样子像大型的空气压缩机 这是带电空气生成器 它吸入大量空气 使其带电荷后排出 两台 分别生成带正负电荷的空气 我看到 从每台生成器中 通出一根粗管 在地上贴墙放置 每隔一定距离 就从粗管上垂直 接出一根细管 细管的总数有上百根 它们乘一排 垂直固定在高高的墙上 分别通向一高一低 两排喷口 林云告诉我 那两排喷口 分别喷出带正负电荷的空气 在大气中形成放电电厂 这是我看到 有人用滑轮 把一架小模型飞机 调到两排喷口之间的高度上 林云说 那就是要机会的目标 用最便宜的那种 只能飞直线 转了一圈后 林云把我带进了建筑屋一角的一个小房间里 这个小房间实际上是一个箱了玻璃的铁笼子 里面有一个仪表台 林云说 闪电 一般打不到这里的 但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建了一个有屏蔽作用的控制间 这实际上是一个法拉第龙 他又递给我一个小塑料袋 里面装着一副耳塞 声音很响的 不带耳塞 会得听觉造成损坏 看到我戴上了耳塞 林云就按下了控制台上的一个红色按钮 那两台机器轰鸣起来 高墙上那两排喷口分别喷出红蓝两色的雾气 在穹顶上的泛光灯照耀下形成很奇特的景象 林云说 带电的空气本是无色的 这样是为了能看清楚 使空气带电的方法是在其中加入大量的带电荷的气溶胶粒子 那红蓝两色的空气越积越多 在我们上空形成了均匀的两层 仪表盘上 有一个发红光的数字在跳动 林云告诉我 这显示的是正在形成的电场的强度 几分钟后 风鸣器尖叫起来 只是电场强度已达到预定值 林云又按了一个按钮 那架刚才吊上去的小飞机飞了出来 当它飞到那红蓝两色的空气层之间时 一道闪电出现了 这闪电亮度之高 使我的双眼一片昏滑 同时我听到一声炸雷 虽然带着耳塞 这巨响仍惊心动魄 视力恢复后 我看到 那架小飞机已变成一团小碎片 像一把由无形的手洒出的碎纸那样 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在小飞机最后到达的位置上 有一团黄烟在渐渐扩散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是那架小飞机触发了闪电吗 是的 我们使大气电厂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一定大小的导体进入电厂范围内 都会触发闪电 这很像一个空中地雷区 那你们进行过户外试验吗 进行过很多 但不能给你演示了 做一次这种试验 投入是很大的 在户外大气中释放带电空气的管道 是用吸流气球掉在空中的 每个气球掉两根管道 有一高一低两个喷口 分别释放带正负电荷的空气 建立大气电厂时 几十 甚至上百个这样的气球排成一排 组成高低两排喷口 以在空中形成正负带电空气层 当然 这只是一个实验系统 在实战中 可能采取别的释放方式 如飞机释放 或从地面的火箭释放等等 我想了想 外面的大气 可不是静止的呀 空中气流 会把带电空气层 吹走的 这确实 是一大难题 最初的考虑 是用 在上风带 进行不间断释放的方法 再要防守的目标上空 形成一个动态 稳定的大气电厂 那实际的 试验结果怎么样呢 基本是成功的 正因为成功 才发生了那次事故 怎么回事 在进行 大气层造雷试验之前 我们是充分考虑了 安全问题的 只有在风向安全时 我们才进行试验 试验中建立的 大气电厂的稳定性 有时超出我们的预料 会被风 吹出很远的距离 试验过程中 在基地的下风地区 不断传来 晴天雷电的报告 最远的一次 发生在张家口地区 但这些雷电 都没有造成什么损害 因为它的影响 也不过相当于 一场小型雷雨 大部分的风向 都是安全的 甚至对着市区的风向 我们也不认为 有什么特别的危险 但 有一个风向例外 那就是 对着首都机场的风向 这种大气电厂 对飞机 特别危险 因为 雨雷与云不同 飞行员 和地面雷达 都看不到它 为增加可视性 我们也像你刚才看到的 室内实验一样 给带电空气着色 但后来发现 在远距离的飘行中 有色空气 会与带电空气 分离开来 同时 有色空气 与充满气溶胶 重粒子的带电空气 不同 扩散速度很快 其色彩 很快消失了 每次试验前 我们都向空军 和地方的气象部门 反复核实风向数据 我们自己 为此还专门成立了 一个气象小组 即使这样 还是无法预料 风向的突变 在第十二次试验中 电厂建成后 发生了风向突变 这个大气电厂 就向首都机场方向 飘过去了 当时机场紧急关闭 我们派出了五架直升机 跟踪飘移的电厂 这很困难 也很危险 因为电厂中的有色空气 很快就消散了 只能根据 机在无线电中 干扰噪声的大小变化 来定位 其中一架直升机 误入了电厂 诱发了闪电 被击中后 在空中爆炸了 那位遇难的上尉 就是你想见的那位 球状闪电的目击者 那个年轻飞行员的形象 在我的脑海中 清晰地浮现出来 这几年 每当听到有人死于雷电 我的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现在这种恐惧更加强烈 看着悬浮在空中的 红蓝两色的雾气 我的头皮一阵阵发紧 能否把这个电厂消除呢 这很容易 凌云说着 按动了一个绿色的按键 那两排喷口 立刻喷出了无色的气体 电荷 正在被中和 凌云指了指那个标示 电厂强度的红光数码 它正在急剧减小 但我的紧张仍未消除 我感到那无形的电厂 无所不在 周围的空间 再被它像橡皮条一样拉紧 就要崩断了 我的呼吸 有些困难 我们出去吧 我对凌云提议 当我们来到外面时 我的呼吸才顺畅了一些 这东西 真可怕 我说 凌云并未觉察到我的意样 可怕 不 它只是一个失败的系统 我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反复测定过 电厂的体积 强度 和带电空气需要量三者之间的关系曲线 当时的结果是很乐观的 但这种关系曲线 是在室内的小范围内测定的 根本不适合 外部大气层中的大范围空间 再后者 要建立符合实战要求的大范围大气电厂 带电空气的需要量呈几何级数 急剧增大 要想通过不间断释放带电空气 而长时间维持大气电厂 需要极其庞大的系统 即使不考虑经济因素 这样的系统在战时 本身也成为极易被摧毁的目标 现在你看到了 我们的两个试验性系统 都是失败的 或者说 在技术上取得了局部成功 但没有实战价值 关于他们失败的原因 我想你 应该有更深刻一些的看法 啊 什么 我茫然地说 根本没注意到 他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你应该看到 这两个系统失败的原因 都是实质性的 问题出在 系统的技术基础上 通过改进来解决 是很困难的 我们现在已得出结论 这两个系统 没有希望 嗯 也许是 我心不在焉地敷衍着 眼前仍不停地闪现着 那红蓝色的电厂 血量的闪电 小飞机的碎片 燃烧的废油桶 所以 我们应该构想出一种 全新的雷电武器系统 你肯定能猜到 它是什么 随风漂浮的大气电厂 上尾飞行员的面孔 爆炸的直升机 球状闪电 他大声说 我猛地被惊醒了 发现 我们已穿过那片空地 走到了实验基地的大门边 我停住脚步 呆呆地 看着凌云